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离开之后 黄子雄继续扶着母亲准备离开 不过出道超市门口黄子雄发现了跟拍的记者镜头 于是变非常绅士礼貌的大方点头十一 不过身旁的母亲看到记者之后就感到有点不知所措 黄子雄便笑眼 妈咪比较害羞呀 1968年出生的黄子雄 现年50岁 其实看TVB剧集的朋友相信对他都不陌生 黄子雄入行多年 在TVB担任获斯仪 主持还参演过不少的电视剧 由于他的身世形象实在太深入民心 所以经常饰演一些高度质男士或者是老板 不加子弟的角色 他更被誉为TVB拥有钱人 黄子雄其实是贵血儿 据说他拥有八分之一 对挪威和苏格兰血统中学时期 黄子雄变得不到应该留学 大学毕业于伦东国王学院 直到1991年 学成返岗的黄子雄 开始投身社会工作 由于身材高大 入行前他曾做过模特 也在酒吧当过打碟DJ 以及在饮品包装公司 里做过市场推广的工作 1995年 黄子雄投身娱乐圈 开始发展自己的演艺工作 入行初期 黄子雄主力发展主持集思艺工作 曾为TVB主持过不少节目之后 停着多年来在主持工作上表现出色 深的高层青睐着他 获得监制的赏识 并安排他开始参演到电视剧集中 黄子雄参演的首部TVB剧集 就是长篇处境剧《真情》 他在剧中担任男配角戏份 饰演须应变一角 其实这个角色黄子雄演得很深入明星 令到不少观众都对他更为熟悉 之后黄子雄继续陆续参演多部剧集 包括必打自己人 有营主妇 谁家灶头无烟火 富贵门 天天天情 女人醉痛 怒火街头 真相 前行狙击 把正先锋三 我的如意郎君等等不依依列举 不过要说黄子雄最为人熟悉的剧集 当然是他参演的处境剧《同事三分亲》 他在剧中饰演的戏严生一角 真的超级经典 后来 TVB也继续安排他在处境剧《必打自己人》 终是演的《阿少一角》 还有爱回家的《茶生一角》 这三部剧里 黄子雄演的角色都是高层老板成功人士之类的角色 虽然看起来好像是千篇一律毫无突破 但其实 要在同一个角色范畴 不停演绎出不同的亮点 这才是演员要面对最大的挑战之一 希望黄子雄能够继续给观众 带来更多精彩的作品 加油 加油